6月1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习近平强调 世界在发展 时代在变化 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 事关人类前途命运 宽广的地球完全融得下中美各自发展 共同繁荣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 都是自尊 自信 自强的人民 都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两国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应该得到重视 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都是机遇而非威胁 当前 国际社会普遍对中美关系现状感到担忧 不希望看到两国冲突对抗 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期盼中美和平共处 友好合作 两国应该本着对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的态度 处理好中美关系 为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 确定性 建设性 习近平指出 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 更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 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 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 同样 美国也要尊重中国 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 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对方 更不能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利 中方始终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 相信两个大国能够排除万难 找到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 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 同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努力 坚持我同拜登总统巴黎岛会晤达成的共识 把有关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上 让中美关系稳下来 好起来 布林肯转达拜登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 表示 拜登总统相信美中两国有责任和义务 管理好双边关系 这符合美国 中国 乃至世界的利益 美方致力于重回两国元首巴黎岛会晤确定的议程 美方遵守拜登总统做出的承诺 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制度 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期待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 保持畅通沟通 负责任的管控分歧 寻求对话交流合作 习近平请布林肯转达对拜登总统的问候 王毅 秦刚等参加会见